某气体化合物仅含碳氢氮元素 在定温定压下 一升此化合物跟足量的氧气混合完全反应后 得到二氧化碳4升 水蒸气6升以及氮气1升 若压力及温度不变则下列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A选项 需要氧气7升 我们假设它的化学式是碳氢氧 数量是XYZ 想办法写出反应式 加氧气产生二氧化碳跟水 释放出氮气 依据原子不灭 它的方程式的系数请同学参考 在同一同样之下 体积的变化量要正比于它的系数 既然题目讲到二氧化碳有4公升 就表示X就是4 再来水蒸气有6公升 那就表示Y就是12 除以2等于6 但1公升表示Z等于是2 所以从题目的线索可以得到这个的系数 最后计算氧的总量 左边的氧是2W 那2氧化碳是2X 那水之中的氧是2分之Y 那所以这个等式成立 那把XY带进去之后 算出来2W等于14 因此可以推出W这个数值就是7 所以看起来A选项需要氧气7公升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再看BC 该化合物的分子式为何 那算出XYZ 带进去就会知道它的分子式是C4H12N2 所以看起来C选项是对的 再看猪 1Mor该化合物燃烧需要氧气7Mor 那体积比呢会正比于Mor数比 所以我们刚才算出来它的W呢等于是7 所以它的Mor数比也就是7 看起来猪正确 再看1 该化合物的减式那是否C2H3N 减式就是把上面约成最减整数 同时处理2的情况之下1应该是不对的 是C2H7N 综合以上本题答案就是AC珠